楊貫一是一個混蛋不要再看我們節目 離開給你晚報 為何你逼我不打針呢 為甚麼呀 為甚麼呀 楊貫一 你壞蛋的共產黨 黃絲是混蛋來的 我經常說黃絲是壞蛋的藍絲有很多事 真心呀我 楊貫一 你這傢伙都死前家了 楊貫一 失望 如香港的數字 你們這群傢伙都死了 我就死了你們 昨天都說了我 如果說數字 你們是沒理由不打針 但我都認為 老人好嘛 你不夠人 就不敢打得住 吵你了好不好 吵家產 你就是吵威 楊貫一 你這個名字弄個假名 如果我上去窗盤就被你媽媽見宴了 我吵你了好不好 你老媽還把這個吵家產出來嗎 哪有這麼吵家產的 喂 如果我現在說 吵你了我要作福 不打人家就死了 一定要去打 行不行 吵你了嗎 人家各人有各人 打當然有原因 你老媽 要不需要和你交代 拿來拿出來讓你陷阱 拼了去 以後不能上來 你是稍為一個人 你是立刻上來跪高我 跟我溝頭 吵你了 你這個吵家產 吵你了嗎 你以為我反共產黨 大人買吵家產 我懂得反共產黨 我的人是吵家產的共產黨 多多聲 我跟你說 吵你有什麼性格有缺陷的 吵家產 上來倒杯茶貴交我 我就要觀一了 我就考慮一下以後 繼續讓你看啤梨漫步 要不然 stay away from our program 吵你了嗎 混蛋 吵家產 你不用對我失望 我對你的人生是絕望 你一定是混不上去 那些吵家產 我跟你說 我百分之百分之 吵我百分之一百 一定是混不上去的人 因為他不向現實低頭 那拜託你 你拿著江士奇出去養一下 我做的 我就收回原聲的那些說話 不就是一樣 是程度而已 在這些位置裡扮厲害 你嘗試立條法例 立條法例說 不打針以後不能出境 阿正立刻去打 我再跟你說 因為你的形勢去到哪裏 你可說我堅持 吵你 不准吃飯 我也是不吃飯 那我叫你好 那我就收回原聲的說話 要不然你就多養魚 吵你兩人不打飛機 所以你搖貫一 全家死絕 沒有子女 那些吵你一定是吵家產 三十多四十歲 吵你兩人 原來有人在看 讓你萬步打飛機 是混蛋 吵你 你使得到我有期望嗎 好像有些人說 你現在賺錢 我現在賺錢 要不需要做窮鬼 吵你了好嗎 阻擋著我 做最重要的事 這些吵家產 真是不想太多 我其實已經沒有氣力了 第一我沒有氣力了 第二 我也沒有氣力了 但其實我現在也犯事 譬如我以前說新聞 看到黃絲有些犯錯 我盡量不說 知道你們不喜歡聽 知道你們喜歡聽 怎樣打藍絲 打警察 但是 我現在也犯事 其實你們一定要把兩邊擺出來 日後的阿靖 就因為他有他的政治信念 盡量不去暴露那些人的鏡頭 其實這也是很難看的 如果在新聞角度 但是在實力懸殊的政治運動裡面 有些人會這樣想法 但其實如果你說是一個 怎樣說 即使我們現在 我們不要說川普這樣說 到了一個民主社會出現的事情 其實這種報導 都是會有很多取態的 就真的看報章、編輯、記者 對那件事件的態度 所以你說要絕對中立 其實也是難的 你看美國的傳媒之下 一定是難的 好